离开教会后 赖亚威的生命几位空虚 追寻各种宗教神经理课程 直到39岁那年 因创业几经崩溃 在灵犹谷中 上帝的手一步步牵引回家 基督教今日报的读者们平安 我是茶经天使小威 今天很开心 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喜欢的圣经经节 是来自诗篇126章第五节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的带和捆回来 这句话一直 就是从小我在主日学 就有听过这句话 然后这句话 一直也坚定了我的信念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不劳而获的 都要很努力的去耕耘 那在过程当中 也许会有一些很不容易的地方 甚至会想要放弃 但是神说我们会 欢欢乐乐的带和捆回来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 只要我们能不放弃 我们自己的就是手上的工作 我们持续的努力 神一定会兴起环境 为我们成就 因为他说万事互相消利 但叫爱他的人得着艺术 那很开心 跟大家有这个机会 能够分享 然后我是茶经天使小威 所以谢谢大家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